A级通缉犯的陌路逃亡 哪儿啊 这块布 总共估计是剃在那块 嗯 这样 来人叫 突然发病 挥刀乱舞 民警现场紧急处置 跟他动回来 我动回来 我动回来 给我 动起来 快 快 打倒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制进行时 近期我们一直在关注海淀净书院公交车站伤害案的进展 虽然案发之后嫌疑人金仲奇已经自杀身亡 但是对于金仲奇这个人 我们似乎还有很多想要了解的内容 他的成长经历过什么 在生命最后的一段路上 他又做了什么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的记者为您一一解开 观众朋友 现在是7月6号的下午2点 我们现在呢 位于海淀区净书院公交站的站台前 那么就在9天前 也就是6月27号的下午2点 这里曾经发生了一起 持刀伤人案件 造成了两死一伤的惨剧 倒在天桥下的这名男子姓叶 是一名英介毕业生 他也是此次事件中 唯一生还的幸存者 另外两名被刺的男子 李某和孟某 一个是公司职员 一个是无业人员 两人和金仲奇在车上发生纠纷 被对方拔出尖刀 刺到在公交站台上 相继身亡 金仲奇在逃跑途中 又遇到了迎命而来的学生小叶 不问缘由 将小叶扎成重伤 在我的左手边呢 就是净书院公交站站台 也就是当时的案发现场 那么据我们了解呢 当时呢金仲奇手持一把 近20厘米长的尖刀 连续刺伤三人后呢 上了天桥 过了马路 一路向北逃算 据现场目击者称 连续刺伤三人后的金仲奇 身色慌张 过了天桥后 一路向北逃跑 记者在调查中得知 有人曾看见金仲奇 钻上了一辆垃圾车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啊 就是学青路与林大北路的交汇处的一个路口 那么这个路口呢 也是刚刚我们所在天桥 一路奔北的第一个狮子路口 那么当时呢金仲奇身上还带有血迹 一路向北逃算到了这里 就偷偷的扒上了一辆垃圾车 又一路奔东逃算了 案发后 海淀公安分局立刻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 公安部也发出了通缉令 全力缉拿嫌疑人金仲奇 据了解 金仲奇以前的户籍所在地 位于海淀区马店街附近 但是几年前 他就已经搬到了海淀区八家家院小区居住 反正几年时啊 他一出那小面我都没人进来 后来出了一个生活账 他那西区隔了山了不是 才看出来是他 因为他不是八家的人 他是从外边过来好像不互惨的 紧续插紧的那种 对对 那有点毛病可能是有点有感觉 我们现在位于海淀区八家家园小区 11号楼一丹园的楼门前 那么这里呢也是金仲奇的居住地 那么经过我们跟这里居住的居民进行了解呢 金仲奇平时的行为举止呢 就相对于常人来说比较怪异 有些人呢甚至怀疑他有精神类的疾病 那么据我们了解呢 和金仲奇一起居住在这呢 还有一个女性 是他的女朋友 他们呢平时的生活非常节俭 一吃三餐呢 甚至就是馒头就咸菜 那么金仲奇呢 在6月27号离开家以后呢 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记者了解到 金仲奇在家中排行老四 我们现在位于昌平的楼门前 去的沙河村 从一个出租车司机的口中得知呢 金仲奇曾经打车来到了这个附近 案发后第四天 案情出现进展 一名出租车司机给警方打来电话 说在昌平区沙河镇 见到过金仲奇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村庄里面 有许多未拆除完毕的破旧楼房 这里的地形呢也是非常的复杂 杂草丛生道路崎岖 硕大的村庄 如果金仲奇想要藏身于其中的话 将很难被人发现 沙河镇 面积25.3平方公里 居住着大量外来人口 警方在这里工作了两天两夜 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 却依旧没有发现金仲奇的踪迹 就在大家感到奇怪 一个大活人怎么能凭空消失的时候 7月3号下午 来自海淀区阳台山一名旅友的报警电话 彻底解开了谜团 我们现在呢 位于海淀区的阳台山 那么在7月3号的下午呢 警方接到了来自山上旅友的报警 报警称在这座山上发现了一具男尸 那么警方在接到报警后呢 迅速来到了这里 在男尸的身上呢 发现了一张从实验到北京西站的火车票 那票面上的名字正是 A级冲击令的嫌疑人金仲奇 事后警方证实 金仲奇是上吊导致窒息死亡的 但是旅友发现金仲奇时 他的姿势十分怪异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 就是当时旅友发现金仲奇尸体的位置 那么据当时的这个现场的目击者称 金仲奇当时就是采取一种双膝跪地的姿势 跪倒在这棵树的前面 面向这棵树 那么金仲奇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为什么会采取这样一种方式 结束自己的生命呢 据现场旅友称 发现金仲奇时 他本以为这个人是在拜山 上去打招呼时 才发现是一具跪倒在地 已经腐烂的尸体 金仲奇想通过自杀的方式一死了之 但不知什么原因 让他的尸体脱落下来 而跪拜的姿势 似乎是在向被他伤害的人 进行忏悔 目前 警方正在对此案 做进一步调查 昨天我们的记者了解到 被金仲奇扎伤的事主经过治疗 目前伤势已经好转 并且从重症监护室 转到了普通病房 因为暂时不愿意被打扰 所以我们的记者也没有前去采访 其实对于金仲奇来说 这起伤害案并不是第一次了 我们的记者就找到了一份 15年前的判决书 记者了解到 早在2001年12月 犯罪嫌疑人金仲奇 就曾因持刀伤人致死被判刑 记者在法院的判决书中 找到了一个当时的案发地址 于是便想通过这条线索 探寻这个杀人嫌犯 为什么再次坠入犯罪的深渊 最后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您知道这儿是那个蛙里香吗 什么香 蛙里香 我还不知道 不知道这个地方 对对 不知道这是什么香 行 谢谢 没事 师父 您看一下 这个地址 朝阳区蛙里香 西夏清河村94号 是不是 这不是 这不是 这是哪个村 是蛙里香吗 原来就是蛙里香的地方 这个原来就是蛙里香 是吧 那这个什么西夏清河村 是哪 那么经过我们的多方打探 这个附近就是当年 蛙里香西夏清河村的所在地 那么当时的金仲奇 也是暂住在这里 那么在2001年的12月份 金仲奇就是在这里 与同样居住在这里的徐某 发生了争执 而将其刺伤致死 随后也是被法院判处了 12年的有期徒刑 然而现在 距离当时已经过去了15年了 这里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年的蛙里香早已不复存在 而现在住在这里的人们 也对15年前的那起命案 几乎一无所知 随后 记者又驱车来到了金仲奇 曾经居住的八家家园小区 居民们告诉记者 他们也是通过新闻 才知道身边竟然出了一位杀人凶手 公安部的A级统计犯 看我电视 看我电视 出了事以后我害怕犯着 哪怕怕犯着他 那可渣人还不害怕 居民们说 他们对金仲奇并不了解 平时也没打过交道 听说这个人连杀两人赋案在头 大家也是提心吊胆 前两天得知他畏罪自杀 大家悬着的心 才终于放了下来 前不久我们还关注了 西城一名精神疾病患者 砍伤民警的事件 而就在几天前 房山区的一名居民 又给警方打来了求助电话 说家里面的一名精神病患者 突然发病了急需民警的帮助 2016年7月3日中午12点 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 迎风街派出所 接到一位居民的报警 说家中的一名精神病患者 突然发病 家人根本控制不住 接到报警后 民警立刻赶到现场 发现患者张某 手持菜刀不停地挥舞 情绪十分激动 警察来了你得退休工作呀 我没事跟你讲我干啥呀 知道了吗 你找我失败呢 我冬你这是什么 关心你也不行吧 兄你就把你关心嘛 你赶紧走 开指本来也是想用这种 就是劝队 如果他能缓和下情绪 把刀放进 这样子呢 这种方法比较 但是到现场 一看实际情况 不可能 咱们所里边的民警 迅速带着这种 大型的这个 刷补器啊 这叉子之类的 就迅速到了现场 开这门 有点事跟你说 你拿个刀干嘛呀 你教我这这么麻烦呀 找什么麻烦呀 你教我干嘛呀 我说我怎么的 张某今年51岁 平时自己一个人生活 家人时常会来看望他 当天 不知什么原因 张某突然发病 并将防盗门反锁 即使家属也打不开防门 在现场 一路民警隔着防护网 不停地进行劝说 试图让张某开门 另一路民警 则拿着盾牌 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 看到张某执意不肯开门 民警只得找来 开锁公司的工作人员 为了避免出现意外 一名民警通过交谈 转移张某的注意力 给开锁的人员争取时间 二十分钟后 门锁终于被打开 进屋后 民警顺利地将张某 控制在一个墙角 并将他手中的菜刀 夺了下来 民警告诉记者 如果有精神疾病的患者 监护人一定要尽到 看护责任 尤其是在炎热的天气 要随时关注患者的情况 应该是到了这种 炎热闷热的季节 他这些患者 也能行出了一种烦躁 这种发病率比较高 如果说确确实实是 这个突然发病的 也是提示家属的 一个就是 及时的向南部公安机关 进行求助 再一个就是提示家属的 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还有就是群众的 不要去围观 我们对于母校 通常有着很深的感情 从小学到大学 母校陪伴我们 经历了人生之中 最重要的时刻 因此说起母校 我们都是满怀敬意的 那下面要说的刘某 他毕业于北京的一家 民办高校 前不久 他回到了自己的母校 可他的回归 却让母校的学生 叫苦不迭 要影 要不要模画 嫌疑人影 从包包下来 对 从他移动 戴了手套 戴了帽子 2016年6月28日凌晨 在北京八维研修学院的 以前半地下室教室内 突然出现了一名 穿浅色衬衫的男子 在这个房间里 穿了没有两个钟 大概发了发 没有收获 这名男子捏手捏脚的 在教室里走动 每个客桌都要翻上一遍 看到没有什么收获 这名男子 又开始到其他教室里寻觅 这一房间是205 2105 这前一人在现场 转了 到了一个小时呢 他可能也都有些好的 你看这儿有两个笔记本 都没动 这个 这个笔记本 动 继续在寻找 所以拿着一个电脑 继续在寻找 他应该是找一些 这个比较贵的 比较新的 电脑 由于教室大部分都不上锁 这名男子随意在里面穿梭 一个多小时后 当男子再次出现时 他已经背着双肩背包 左右手各拎着电脑包 满载而归 我们这个牌所接到八维学校这个报案以后 发现这个有这个这么多事主 涉案的物品也比较多 一共是九个事主 九名笔记本 我们牌所也是高度重视 我从手机面领来说 在我们手机发生这么大的形式案件 也是很少见的 北京八维研修学院 是位于上帝地区的一所民办高校 主要进行计算机专业教训 校内一万多名学生 几乎人手一台笔记本电脑 是我前一天晚上 我把电脑放到了那个书桌里 然后第二天早上之后 我就发现我的电脑不见了 然后刚开始是以为 同桌开玩笑把电脑藏起来了 结果然后问他 他说他没有 小白 是北京八维研修学院建筑院的一名学生 他和很多同学一样 都喜欢下课后 把笔记本电脑放在课桌里 6月28号上午 小白上课时发现 自己以及另外八名同学的电脑 全都不见了 我们主要就是用电脑做图 炫图 然后还有画CD 如果没有电脑的话 就相当于我们失去了 所有的学习功能 为了尽快找回学生被盗的电脑 上帝派出所的民警张立志 立刻对这起案件展开调查 因为这个好多学生 都有热闹这个地方 这个墙呢 这个砖掉了一部份 外边跟外边距离也比较矮 他能下来 然后他就回来 这边有一个窝口 就进入这个案发现场 窝口在这边 你看这个铁丝网不拖开了吗 目前呢 我们一起跟学校说了 把第一点把这个护网 重新满散 同时把这个围墙加高 加过 最好安一些那个护网 因为那个案发当天晚上 确实咱们那个北京地区也正在下雨 你估计到可能保安人员去落力量 也可能下雨 对那个防范议实差一点 抓住一个空档 随后 张立志在案发现场 发现了第二处漏洞 这就是咱们的教室的通风口 这份的嫌疑人 就是 换的就是为了通风口 然后钻车 进入这个教室 实施道歉的 这栋教学楼有一层 办地下室教室 顶部的排气窗 没有任何防盗装置 嫌疑人就是通过这条通道 潜入教室内 张立志说 他的微信里共有五个安防群 都是由社区保安 社区志愿者 以及各个单位的安保人员组成 共有七百多人 为了寻找线索 张立志将嫌疑人的影像 发到安防群内 一个半小时后 群里传来了消息 这是提供的一个信息 好像见过这个人 你五个年回复 好好回忆一下 他的错证很明显 然后下午 他就连这个现场找到了 据了解 嫌疑人姓刘 是经常在学校附近 摆摊的一名商贩 2016年6月28日 下午两点 案发后五个小时 张立志 在距离学校一百米的一间公寓内 将刘某抓获 刘某今年44岁 2013年曾经在北京八维研修学院 上过一年学 辍学后 刘某在学校附近 摆摊贩卖小商品 经过一段时间 刘某发现 现在的学生条件优越 对于身边的财物 并不怎么在意 于是仗着他对学校环境熟悉 开始计划 偷走笔记本电脑换钱 但是刘某没想到 电脑偷到手 仅仅五个小时 自己就被民警迅速抓获 没动的 就这些 就这些 七台八台 这是九个吗 目前 刘某因涉嫌盗窃 已被海淀公安分局 刑事拘留 八位学院有一个安全委员会 有400多名学生 都是安全委员 我们想通过安全委员会 动员损取学生 提高防范意识 第二个提示学校 把学校的门窗 全部修理完善 让老师和学生 离开教室的时候 把门窗都锁好 同时加强学校安保力量 夜间巡逻力量 下面有请北京市公安局 勤务指挥部的民警 为我们介绍过去24小时 本市发生的主要警情 一起进入今天的 北京110 东霸天有一个人 我还抓到好远了 勤务指挥部 立即部署 长安分局东霸派出所的民警 赶到现场 将嫌疑人张某控制 经过了解 当晚10点左右 张某因酒后纠纷 与两名路人发生冲突 持剪刀将两人扎伤 目前两名伤者 已被送往医院治疗 并没有生命危险 案件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勤务指挥部 立即部署 丰台分局 云港派出所的民警 赶到现场 经过了解 当天上午 报警人与邻居 因为生活琐事 发生了纠纷 一言不合就动起手来 但并没有发现 报警人所称的持刀情况 由于双方都没有明显伤势 民警将两人带回所内 进行调解 最终双方达成谅警 互不追究责任 并表示 不会再做出 类似过激的行为 警方提示大家 发生纠纷或矛盾 要理性解决 必要时报警处理 千万不要使用暴力 不但问题得不到解决 还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得不偿失 近日 广西摆设凌云县城内 一辆黑色小轿车 在等待红绿灯时突然自燃 大火瞬间将车燃烧 索性司机及时离开车辆并报警 经过消防和交警的救援 很快 大火被扑灭 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经过调查 车辆自燃的主要原因 可能是由于天气炎热 和长时间行驶 目前具体原因 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警方提示刺激朋友 夏季更要做好车辆的检查保养 不要私自改装汽车线路 香水 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 也不要放在车内 同时要配备有效的灭火器 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女孩命丧火海 原因颇朔迷离 反正这个电瓶是他家出的事 他要不出事我也不会这样 这根本没关系 车电池后来更换的电池 如果是小鸟专用电池的话 不可能 应该发生不了这种事 我们监管非常严格 在车电口当中 他不可能自己发生感受 中午的12点24分 法治进行时继续为您直播 2015年10月16号凌晨3点多 在朝阳区洪博家园 睡梦中的郭先生夫妇 被一声巨响惊醒 随后隔壁房间火光冲天 屋子里面的女儿小娟 更是发出了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呼救 这场火灾最终夺走了小娟的生命 而引发这场悲剧的原因 依旧扑朔迷离 以前那么大火肯定 他的面部一点没有了都 都被烧干了似的了 初来一件出现这种情况 我实在接受不了 2015年10月16日 凌晨3点40分左右 睡梦中的郭先生夫妇 被一声巨响惊醒 隔壁房间 传出了女儿小娟 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呼救 这一推门一开全是火 他妈上里 就上里找他救他 我这手一推 全是火来看怎么进 我拉他妈不让他进 把头发都了了都 消防队员赶到现场 将火扑灭 可是小娟被当场烧死 经消防部门现场探查 起火卧室 室内床库等大面积烧毁烟熏 经过鉴定 起火的原因 使电动自行车充电电瓶 电气故障所致 郭先生不明白 一块电动自行车的充电电瓶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呢 这辆小鸟牌电动车 是2011年2月 郭先生花了2000多元 在专卖店里购买的 半年前 小娟报了会计班 每天骑着这辆电动车 上课回家 我每天晚上 等着他回来八点半 他给他妹妹吃了一顿饭 我给他把电瓶冲上 快就睡觉起来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事发现场 我们观察到这个楼道里 像消防门还有一些角落 都有当时被烟熏过的一个痕迹 那么可见当时的火势很大 但是整个楼道 我们看到他现在 其实已经进行了一个 新的装修和粉刷 包括当时事发的这户人间 他的门也是新换的 门上的这个塑料薄膜 还没有被撕去 没回家的勇气了 感觉 反正这个电瓶是他家出的事 他要不出事 我也不会这样 孩子不死的话 烧了东西 我也不会找到的事 因为改子没了 我姐夫受不了 于是郭先生 将天津太风小鸟电动车业有限公司 浙江超微电源有限公司 速至访院 索赔150万 如果不是因为电池存在缺陷 也不会发生至一人死亡如此重大的这个痛苦 他们作为产品的生产者 应该成为他相应的非常责任 这跟我们没关系 他使用两年以后 用自己买的电池 就咱们手机电池一样 用两年以后 电池不能用了 我再买块电池 自己配了一块电池 有可能是这充电器用久了 用了四五年之后 这PVC那个血缘膜破裂了 这种时候很可能就发生 那个电源性的溶断 2016年6月28日 朝阳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庭审中 小鸟公司和超微公司相互同责 均称自己与这次事故有关 小鸟公司称 公司只生产电动自行车的车架 电瓶是由超微公司专门供货 超微公司承认 向小鸟公司供应裸电瓶 但不承认 是其生产的电瓶发生爆炸 引发了火灾 带有小鸟标志的电动车 并没有任何火灾的痕迹 导致火灾的充电电瓶 也没有小鸟的任何标志 显示与被告的小鸟牌电动车 有关联 使一个充电电瓶构成的部分 小郭 火灾事故任意书中 关于原理问题 因此存在多种可能 可能是 可能是插线板 可能是充电器 可能是 电瓶之间的连接线 也可能是电瓶 小鸟公司变称 一般情况下 电动车的电池 两年更换一次 虽然2013年 郭先生家曾更换电瓶 但小鸟公司表示 他们无法确认 郭先生更换的是原装电瓶 所以不同意赔偿 这个电池是后来更换的电池 如果是小鸟专用电池的话 不可能 应该发生不了这种事 我们监管对他们非常严格 超微公司的委托代理人 向法庭展示了一个新电瓶 称其生产的电瓶 完全符合国家标准 自身防爆燃指数很高 超微公司推测 使郭先生家的充电设备老化短路 首先起火引爆了电池 酿成了火灾 在充电过程当中 它不可能自己发生燃烧 只有可能在外露产生极高温度 并且有火源的情况下 把整个ABS的塑料口 以及外面的这个扇盖子 融化或者燃烧之后 才有可能把整个火电池给烧掉 小鸟公司超微公司 都否认曾向消费者提供充电设备 火灾发生后 郭先生夫妇只从火堆中 找到了这五样被烧成漆黑的物体 经判断 这其中没有充电器和充电线 那那个线包括充电器这些东西 都是说根据一个消费网站 这个充电器也是这样 它有好几个牌子充电器 就是配上以后 你要是选择以后 可能有贵的有便宜的 型号也不像大的小的不一样 大的要大的这种车 就算是大的充电器 小的就算是小的 给它这个车型配备的应该 由于双方争议较大 超微公司向法院提出申请 对涉案电评进行鉴定 法院表示 待鉴定结果出具后 再继续审理此案 据主审法官介绍 近年来 因电动车诱发的火灾事故 呈逐年上升态势 2011年4月25日 大兴区一居民楼 停放在一楼的电动三轮车 因电器故障引发火灾 造成18人死亡 24人受伤 2013年10月11日 石井山喜龙多购物中心火灾 就是由于一层麦当劳餐厅 电动自行车充电过程中 充电器发生故障 起火 并蔓延至整座大楼 导致两名消防员 在灭火中 应有牺牲 那么 电动车起火 到底有多可怕 2016年6月16日 为直击电动车起火危险 大型消防支队 对废弃的电动车 进行燃烧试验 电动车火灾的危害就是 浓烟 能高热 顺时温度是可以达到1200度 消防员 对电动车进行人为的短路操作 引燃了车内的电池 一分钟左右 火势迅速从电瓶位置 向外侧蔓延 整个电动车瞬间被包裹在火中 并冒出浓烈刺鼻的黑烟 大约两分钟后 电池发生了爆炸 如果在室内的话 浓烟是很大的 如果是大量的人员窒息 为什么 遭受大量的人员伤亡 也是因为 它的浓烟 据消防员介绍 电动自行车引发的火灾 多发生在充电过程中 究其原因 大部分为以下三种 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间过长 充电设备老化短路 以及车主更换电池时 没有使用原装电池 最好是建立一个独立的 这个充电库或者充电棚 然后配备这种专业的 智能的这种充电设备 然后做到有人看管 同时呢 还要配备必要的消防设施和器材 同时 消防队员提醒市民 发现电动自行车电池出现鼓包 或者长期亏电时 应及时更换 并且要选择原装电池 不能为了省小钱而惹出大祸 的确近几年因为电动车的电瓶 起火引发的事故屡见不鲜了 因此我们也要提醒大家 充电的时候应该选择良好的通风环境 那通风条件差的话 就有可能由于过热 引发短路燃烧 另外不要长时间的给电动车充电 特别是在夏天天气那么炎热 还有就是千万不要私自改装 加装线路 除了充电要注意安全之外 平时存放电动车呀 您也得留个心眼 近一段时间在朝阳区东坝附近 一伙偷车贼 就让不少的电动车车主吃了苦头 因为短短几天 就有20名车主的电动车被盗了 而这伙贼的开锁技术 那叫一个嫌熟 开锁仅需两秒钟 2016年7月1日 下午2点48分 一名光头男子 骑车来到商场的停车棚 在停车棚里转了一圈后 就开始拨打电话 打电话 几分钟后 光头男子挂了电话 骑车离开了停车棚 这是男人的吧 对 他一边去找人 三分钟后 光头男子又叫来两名男子 其中一人穿着白色短袖 蓝色牛仔裤 另外一人穿着浅黄色衬衫 黑色短裤 我现在看着叫 开了 他看见有人来了 假装乱出来了 这是一个三人倒车团 光头男子负责寻找目标 另外两人负责偷车 只见白衣男子快速走到黑色电动车旁 只用了两秒钟就撬开了后轮上的车锁 可是车辆的前轮处还有一把大锁 此时穿黄衣服的男子登场了 五分钟后 光头男子和穿白衣服的男子 又来到商场的停车棚 用了两秒钟就撬开了车锁 偷走一辆黑色电动车 下午三点半左右 两名车主发现电动车被盗后 来到朝阳公安分局东坝派出所报案 经过调查 十天的时间 三名男子作案十多起 盗窃电动车二十辆 确定三名嫌疑人后 民警兵分两路 一路民警调取案发录像 另一路民警在商场的周边进行蹲守 等待嫌疑人再次出现 然而就在民警蹲守时 东路环附近的一个市场内 又发生电动车被盗案件 好 这点出现了 已经看见这个车了 这穿白衣服的头是吧 对 主要就是他头 他头 这就给汪峰 拿出一个专用公路 速度相当快 两秒钟 对 速度相当 根据嫌疑人流窜作案的特点 三名男子还会来商场作案 民警决定二十四小时蹲守 等待嫌疑人的出现 今天下午的时候呢 三名嫌疑人当后两名又出现了 2016年7月5号中午一点41分 光头男子骑车带着白衣男子 再次来到金鱼加铁商场作案 被敦守民警当场抓获 据嫌疑人贺建高交代说 他就是负责撬车的白衣男子 光头男子叫严腾飞 另外一人叫贺元坤 一年前 他跟老乡学会了两秒钟开锁技术 就想一世伸手 发家致富 你们说这车以后怎么办啊 就卖了 卖了以后呢 卖了以后就 钱怎么费啊你们 平坤 平坤 每个车的价值都在3700 然后他们就以很低廉的载购 一千多块钱就卖了 每个人获得赠款大概在一万余元 据了解 贺建高 严腾飞和贺银坤三人都是老乡 来自同一个村子 因为没有固定工作 三个人干起了偷车的颅导 每次作案 都是严腾飞寻找目标后 贺建高和贺银坤实施盗窃 乡里通过这次教育 不要再干什么事 莫伸手 伸手必被托 永远就这句话 年轻的一状呢 干点正事 好不好 目前因涉嫌盗窃 贺建高严腾飞 已被朝阳警方刑事拘留 另外一名嫌疑人贺银坤在逃 贺银坤25岁 河南省上菜县人 有知其下落者 请诉与朝阳公安分局 东坝派出所联系 联系电话 01065495620 联系人左警官 郝警官 征询线索 2016年6月3日 凌晨4点半 在丰台区新发地小区 两名男子偷走一辆白色本田 家喻110摩托车 如有知情者 请诉与丰台公安分局 新发地派出所联系 联系电话 83705820 联系人 魏警官 伪造协议诈骗 男子贼喊捉贼 常分局行长 是的 这是干什么事儿吗 什么事儿 说 现在是否的事儿 号段还未启用 神秘车牌现身 今晚二号段 目前北京市还没有合发 一种可能的 这个号码是被造 也还有一种可能的 这个号码是有别的号码 变得造 是吧 好了 发制进行时继续为您直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2点41分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下面这个案件 昨天北京迄今为止最大的一起 非法集资案 华荣浦银案 在朝阳法院一审开庭审理 该案涉案金额高达55亿元 涉及投资人3000余名 据指控 被告人蒋全生 魏薇等人 于2012年2月至2014年5月 先后单独或共同指令 市场部经理白岩等人 在朝阳区东三环北路19号 及京广中心的两公司经营场所等地 以两公司投资新发地空港物流 山东高速公路等项目 需要资金为由 承诺以货币方式 反本复息 且年投资回报率8%到15% 将社会公开宣传 变相吸收3000余名投资人的资金 经审计 共计55亿余元 公诉机关认为 蒋全生 魏薇等人 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扰乱金融秩序 数额巨大 其行为均以构成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目前该案正在审理之中 择日将公开悬盘 好 继续我们的直播 现在一些诈骗嫌疑人 为了得手 那可谓是想尽了各种招数 只要前一道账 立马消失的无影无踪 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一起案件中 这名嫌疑人的手段 真不知道是高明呢 还是自欺欺人 前不久的一天 一名姓王的男子 来到朝阳公安分局刑侦支队 说他的朋友沙先生 在买房过程中 被一名自称陈建的男子 骗走了近500万 当时咱们也没啪好 他提出这个叫陈建这男子 而且他当时如果手机都换了 咱们让他恢复手机 找到这个陈建的 这给他方证 咱们后期 包括陈建的身份信息 后期咱们要找陈建 何时这件事 后期我们在约着王某 咱们关机关 接着做普通工作 后来王某就 一直拖着我们 所以咱们就当时说 为了核实案情 侦察员反复约王某过来 可王某不仅找各种理由拒绝 最后干脆失去了联系 这让侦察员更加觉得可疑 侦察员一方面开始 检查王某提供的材料 另一方面 向沙先生了解情况 反正都是同时进行的 就开始去监定 他提供给沙某的这个 陈建协议 沙先生告诉民警 他手中的三份陈房协议 都是报警人王先生给他的 而自己根本不认识 叫陈建的男子 也是通过一个朋友之前 在他那买过房 经过反复核实 侦察员最终确认 王某口中的陈建 就是他本人 沙先生说 去年三月份 他通过朋友认识了王某 对方自称 能帮他买到小红门附近的三套回签房 而且2016年4月就能交房 得知这一消息 沙先生动了心 可随后的交易过程并不顺利 我就不太清楚 他出于什么目的了 当时他说买 买不了就退回了我定金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又说能买 又让我打个定金 然后陆续附在这些 违缓 沙先生说 因为是朋友介绍 所以他特别信任王某 自从签订协议后 他陆续转给王某 购房房 共计492万 一个是想买房 另外 那个朋友 他们之前 在他那买的房 也都住着呢 就没考虑他会骗 然而 拿到钱后 王某总是以各种理由 拖延交房的时间 直到侦察员上门了解情况 沙先生才意识到 自己被骗了 根据沙先生提供的线索 前不久 侦察员在王某的暂住地 将其抓获归案 王某今年30岁 经营一家房屋中介公司 王某说 他之所以自己去报奖案 实际上是想拖延时间 看能否凑钱还给沙先生 有的时候说办手续啊 有的时候说了很多东西 很多理由 那个时候你没怀疑过吗 那时候没往那儿想 现在知道他是骗 王某说 2015年年底 由于经营不善 公司出现了资金短缺 恰好这个时候 遇到了想要买房的沙先生 于是他便伪造了 房屋腾退安置协议 依此骗走了沙先生492万 目前 王某因涉嫌诈骗已被朝阳分局依法刑事拘留 王某自称到公安局报假案可以暂时迷惑民警的侦查方向 从而拖延办案的时间给自己赢得机会把窟窿补上 可是到头来他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那说到聪明反被聪明误的 还有下面这位司机 为了图方便 他把自己的车牌做了手脚 可结果呢 却因此露出了马脚 前不久 北京市交管局射车专业队的民警 接到群众举报 说一辆银灰色朗衣轿轿车 悬挂的车牌很蹊跷 开头的两个字母 竟然是金RR 根据咱们现在这个 接种车核发的号断 金R号断 是目前北京市还没有核发的 也就是说金RR这个号盘 根本就不可能存在 经过咱们研判呢 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呢 这个号盘是被造的 也还有一种可能呢 这个号盘是由别的号盘 变造而来 根据这两种可能性 民警分别展开调查 一路通过监控探头 查找这辆车的踪迹 而另一组民警 也在扩大R字母车牌的筛查范围 从而确定这辆车的真实信息 筛查北京市周边外省市的 金车号盘 发现了悬挂天津号盘 金RR4180 它的车型颜色 跟咱们这个嫌疑车是相符的 这辆车悬挂的应该是 天津的金R车牌 而司机却把它变成了 北京的金 为了尽快找到这辆朗逸轿车 民警连轴转 查了一天一夜的监控 终于发现了他的踪迹 7月1号当天 发现这个车从通州 市路朝阳 带去那条地区 贴了贴了贴了 贴了 是定了 看到民警后 司机非但没有停车 反而加速逃跑 于是民警立刻堵截 终于在小区门外 将这辆车拦了下来 据司机张某交代 这辆车本来是天津的车牌 因为经常来北京半身 为了逃避处罚 所以就在车牌上动了手脚 目前张某因变造机动车后牌 被除以罚款5000元 扣12分 行政拘留15天的处罚 您现在收看的是 正在直播的法制进行时 1998年上映的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面 主人公张大民盖小房的时候 将一棵大树圈在了屋子里面 结果被邻居拍了一板砖 而今现实版的张大民出现了 虽然他没有挨邻居的打 但是却被罚款11万元 原来就在今年的4月 在东城区东棉花胡同的一处工地 一家建筑公司在搭建办公板房的时候 擅自将三棵槐树的树冠砍光 只留下了光秃秃的树干 其中的两棵树呢 还被圈在了搭建好的板房里面 再也难见阳光 而不久前 类似的情况再次上演 在大兴区天工院地铁口附近 上百棵杨树 一夜之间不翼而飞了 前段时间 接到举报后 大兴区的城管队员 赶紧来到天工院地铁口附近 前一天这里还是一片杨树 如今他们却不翼而飞 这片地方还被人铺上了草坪 城管队员说 这两百多棵杨树还没有长大 属于城区绿化 按照北京市绿化条例的规定 市民不能随意修剪砍伐和移植 如果需要修剪砍伐的 必须向园林管理局提交书面申请 城管队员通过调查 发现移走这些树木的人 并没有经过审批 而且背后另有主使 认为这个树太高又太密 妨碍了它这个经营 但是呢 就没有办理相关的审批手续 就把咱们这个树给移植了 原来这些杨树就在地铁口和旁边的底商之间 业主们闲树碍事 商铺不好出租 所以便找人把树移走 几经周折 执法人员终于找到那个移走树木的人 按照规定 要求他在指定地点补重树木 并进行相应的处划 城市绿化 包括林木等 都是根据咱们的城市功能定位 然后不同的绿化区域 有不同的面积 未按规定移植树木 破坏了该地区的绿化规划 我们对他进行了行政处罚 罚款是12万4800元 采访当天 记者跟随城管队员 来到大兴区渔阀镇 对补重树木的情况进行检查 咱们这案子一共是让他要求 这个要求补重1300颗 现在基本上是补重完成了 经过一个星期的时间 1000多棵羊树种植完毕 执法人员对种植数量进行了检查 并拍照取证 最后来关注一条交通信息 根据北京市交管局的通告 受北京新机场建设施工的影响 从昨天开始至2019年12月31号 大兴区南中轴路 渭石路 渝南路 南石路等部分路段 将禁止通行 请过往车辆以及行人 注意绕行 并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线路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进行时 明天中午同一时间 法治进行时继续为您直播 再会